这个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年啦 怎么讲 飞龙在天 综合科技的当时 第一位是笑眉眉 说到本土体扩准 已经销到差不多 AI 电动车 跟6G的应用之下 先进这一天需要更大 10月就一档有回声 今年几天会如何 有哪里几月海外发展 原月份跑了一趟 这个阿里托纳 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厂 我们本来在那边 就是要有两三个工厂 我们要找人 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 台积电的这个速度也比较慢 我想德州有很大的市场 本来总会对台积电 发展在亚里扇纳 是上三山 还要四万平的土地 也不过发现 当地有很多条件 想说要改去得救 这里有得救 至于三次恩资普 跟困境政才可好 第一期还要到辞 五百到一千万美金 在日本县本 有哪个路要开清洗手 台积电去到地国德罗斯登 从我马里批过 去捷克布拉德 开手 离台积电地国手 过去四十五分钟 当他走出去 那我们也跟着出去 在世界的影响力更棒 AI将带动 未来十年至二十年 半导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台湾政统 跟共用人的重心经理 本土特首都在全球布局 国际会有哪个 海关当然条件比较多 美国的经验方案 补助的一定是美国的公司 你台湾要去 你要有本事 他始言说 这个在制造在美国 一定会成功 不会啦 很难啦 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成功的定义是说 你做得出来 还是说做得出来赚钱 美国、日本和欧洲 都集合在发展半导体 过去非认为 台湾政策制作做得好 未来各国合作 也是最好的模式 冰西新闻台北报道